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泽天武后与武洲建国 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如下 一 能够简单说明 武则天成为皇后的过程 二 能够简单说明 武则天从皇后到皇帝的蜕变过程 二 能够简单说明 在上一个课时中 我们一起学习了韩国历史上的 第一位女王善德女王的积位过程 了解到了善德女王得以积位的基础 是新罗社会的古品质 而在中国唐朝并没有所谓的古品质 那么武则天是如何坐上皇帝位置的呢 以下将主要分三个部分来说明 一 武则天的家世出身 二 武则天成为皇后的过程 三 武则天登基的过程 首先来看武则天的家世 武则天名武赵 是唐朝开国功臣武士巡的次女 母亲杨氏出身隋朝皇室 武士巡从事木材买卖 家境殷史 隋阳帝大业末年 李渊在河东时 多次在武家留住 因而结实 之后 李渊在太原起兵返随 武家曾以钱粮衣物作为资助 因此唐朝建立以后 武士巡以原从功臣身份 官职公部尚书 荆州都督 封印国公 由事观之 武士巡的官阶爵位 应是属于士族官僚 所以有学者认为 武则天的出身 已然不是数族地主官僚家庭 当然 与善德女王圣谷的最高身份相比 还是有距离的 即使说 善德女王是前任国王的女儿 武则天只是功臣之女 出身的身份上 二者有所不同 635年 59岁的武士巡去世 武则天的堂兄 武元爽等人 对杨氏母女落井下石 武则天和母亲的处境 也不复以往 不久 武则天随母亲搬回了查安 下面我们来看 武则天成为皇后的过程 637年11月 杭太宗驾姓洛阳宫 听闻14岁的武则天貌美 于是招他入宫 并立为财人 四号五妹 这是武则天的第一次入宫 财人是皇帝妾之称 属正无品 唐朝的后宫共分九旗 第一级自然是皇后 第二级为四妃 第三级为九平 第四级为杰书 第五级叫美人 财人属于第六级 其后还有宝灵 玉女和财女 无论如何 武则天出入宫廷时的地位 与皇后还是相去甚远 而且武则天似乎并未得到唐太宗的太多宠爱 到唐太宗649年驾崩时的这12年时间里 武则天的身份一直都是财人 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高 但是另一方面 武则天也没有要在唐太宗身边过完一生的打算 在唐太宗并重期间 武则天与和自己年纪相反的唐太宗九子 太子李治开始建立感情 649年唐太宗驾崩后 太子李治即位 是为唐高宗 当时武则天赵丽与一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 一起入长安赶叶寺维尼 四年 李治为祭奠唐太宗周年忌日 而入赶叶寺行乡起伏 与武则天重逢 据唐慧耀在 二人互相倾诉思念之情 而这也成为了武则天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当时在宫廷中 正宫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 王皇后本人则因无子而面临失宠局面 而在得知赶叶寺中的武则天怀有龙龙以后 主动向唐高宗请求将武则天纳入宫中 企图以此向唐高宗展示自己的宽广一面 以赢得皇帝之心 而这一点正合唐高宗之意 于是唐高宗立即赴赵武则天入宫 立为昭仪 也就是后宫中的第三级九平 地位远胜最初的才人 那先行研究已经指出 武则天得以二次入宫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与隋唐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关 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地位并不低 政府也并不反对寡妇的再婚行为 而皇室当中的女性再婚也是有先例可循的 比如唐太宗的伟贵妃 在成为贵妃之前 他曾嫁给隋朝明部尚书李子雄的儿子李敏 所以武则天虽然曾升为唐太宗后宫 但这并不妨碍他二次进宫 成为唐高宗 但这并不妨碍他二次进宫之后 成为唐高宗的后宫 而其地位能够攀升至昭仪 这也得业于他在入宫后 便为唐高宗诞下一子李红 总之武则天在二次进宫之后 迅速打败了肖淑妃 在唐高宗面前得宠 于是也就有了画面里这则史料的记载 即当时王皇后肖淑妃经常与武则天争宠 三人时常相互忏悔 只不过唐高宗不信后淑妃之语 如信昭仪 像这样武则天在当时宫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为了更进一步武则天引发了如下事件 来看图中的这则史料 根据新唐书和资质通鉴的记载 654年武则天又诞下一女 视为安定斯公主 之后不久 王皇后前来看望 恋爱并逗弄公主 然 但待其离开以后 武则天趁着无人之际 竟然亲手将公主在被子中杀死 正好唐高宗来到 武则天假装欢声笑谈 打开被子一同看望孩子 却发现孩子已经断气 提哭不已的同时 经问左右 那侍从们的回答是 后世来 也就是说皇后刚刚来过 听闻此语的唐高宗勃然大怒 认定是王皇后按下毒手杀害了公主 武则天则趁机在唐高宗面前 数落王皇后 而后者可谓百口莫辩 当然 公主到底是足于谁手 尚存争议 陈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和唐慧耀中 只记载了公主的豹足 并未提到他的死因为何 但不认如何 唐高宗对于武则天更为宠爱 于是渐渐有了废后的打算 久而久之 唐高宗欲将武则天 尽分为一品陈飞 这件事遭到了 世宗韩元和中书令来际的反对 未能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 唐朝后宫中的四飞 分别是贵飞 淑飞 德飞和贤飞 当时的名额已满 所以陈飞是唐高宗自创的封号 其对武则天的偏爱可见一斑 当然 废后的风波不止于此 当时朝廷上的官隆集团势力强大 王权则受到很大的限制 对于唐高宗的废后 一众元老大臣持反对意见 学界一般认为 唐高宗是企图借废后一事来重振王权的 而武则天也期待着借此能更向前有所突破 因此在政治上面 武则天就成了与唐高宗利益一致的一方 二人扶持新势力 一批依靠科举入室 数族出身的新晋官僚 如徐静宗和李义福等人 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展露头角 宫廷内外充满了紧张氛围 这时 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成为了关键的导火索 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 此事在朝中引发激烈论辩 公孙吴继 楚隋梁等关隆集团元老直言反对 韩元来记等人也上书劝谏 而唐高宗的态度是皆不纳 直到一日元老重臣李继入见 唐高宗又提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 李继对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正是这一句话令唐高宗下定了决心 655年唐高宗下诏 以谋刑纠毒为名 将王皇后萧淑妃贬为庶人 并求于别院 其父母兄弟等也被削绝免官 流放岭南 几天之后 百官上表请立中宫 唐高宗顺势立武则天为皇后 还为其举行了策立仪式 659年 储随良等反对势力遭到外贬 君主集权基本得以实现 李继的一句话 令策立皇后这一国事变成了家事 结果官隆集团在一系列的召令下遭到沉重打击 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的政体之终结 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武则天在宫中经历了17年的坎坷斗争之后 终于坐上了当时女性的最高位置 最后我们来看武则天登基的过程 由于朝廷中新掌群的力量是拥护武则天而起来的 这无疑增加了武则天的政治砝码 也令他的野心不再只停留在皇后的位置上 由于唐高宗身体发病 不能处理国事 于是便让武则天代理朝政 这也一度令两人之间涂生虾系 《资质通鉴》当中有如下记载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 奉顺上意 故上排群众意而立之 即得志 专作微福 上欲有所为 动为后所致 上不胜其分 自是上美事事 则后垂怜于后 正无大小 皆与闻之 中外为之二胜 那么两人还是重归于好 这一年唐高宗称天皇 武则天称天后 二人共掌朝政 而武则天也已经逐渐展现出 高超的政治水平 可以说彼时的他已经具备 基本具备当一位皇帝的能力了 675年 唐高宗病情加重 欲善未给武则天 于是与大臣们商议 让武则天摄政国事 然而 此举毕竟突破了当时男权社会的底线 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 所以包括宰相 郝楚郡在内的朝臣们 不顾一切予以反对 为了稳定局势 唐高宗只好战时作伴 683年 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 临死前留下遗诏 太子即位于旧前 军国大事有不决者 娶天后处分 684年 太子李哲即位 视为唐中宗 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 四年二月 唐中宗打算不顾法度 破格提升伪王后之父 伪玄真为侍中 以此为契机 武则天召集百官 下达太后令 将唐中宗废为奴陵王 短而立幼子李诞为皇帝 他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台前 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 武则天临朝称治的第二年 徐敬业在扬州举兵反武 此后还有不少 李唐宗宗宗王在各地发动叛乱 但很快都被武则天轻松镇压 在平叛兵变的过程中 武则天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 总之 通过种种非常手段 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 然而问题在于 儒家的政治团传统认为女性不该当政 所以武则天想要坐上龙椅 还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依据 这个依据要怎么来呢 大家看图中这条河 这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洛河 古称洛水 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 汇入黄河 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 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 正是这条河为武则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688年 武则天的侄子五臣四 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 并在上面凿上文字 圣母陵人永昌地业 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现 自称是在落水中偶然获得 武则天大喜 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 重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 这件事经过了一系列宣传渲染后 变得人尽皆知 于是武则天也被推上了神坛 690年 九百余名百姓向武则天请求改国号为周 赐皇帝姓武士 李诞亦自请赐姓武士 9月9日 武则天登上则天门楼 大赦天下 改唐为周 改元天寿 定都洛阳 以长安作为陪都 同月已诱 上尊号约圣神皇帝 至此 则天武后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 终于诞生 本次课时的关键内容整理如下 一 武则天的父亲是唐朝开国功臣 因此武则天属于士族官僚家庭出身 二 武则天在唐太宗年间以才人身份初次入宫 此后在唐高中处得宠 步步为营 成功挤掉王皇后 坐上皇后位置 三 武则天废除唐中宗后 临朝称制 独掌大权 最终建立五州政权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